近年來台灣本土劇為了因應超長的極數 每每搭配時事穿越古今 甚至超韓劇劇情都是常有的事 不過近日八點檔甘衛人生 居然上演了近期最夯的電影 時速列車的劇情 反派突然間成了喪失 讓網友直呼真的沒什麼能阻止編劇了 21號玩間甘衛人生的劇情 因為演到反派朱火爐 要向小三無花求婚 因此請來求婚公司幫忙 沒想到朱火爐現任妻子周小金 居然串通了求婚公司二枕兩人 先是找來不少親友 扮成古裝人物在現場大鬧 後來便上演周小金為了報仇 自稱花錢向生化公司買了生化毒品 一對狗男女被花束中的花粉搞到中毒 臉上蔓延著一條條藍紫色的青金 一旁配合演出的公讀生陳奕梅 還假裝眼球變顏色 當場一秒變喪失亂咬人 這亂抄電影失速列車的劇情 讓網友笑到崩潰直呼編劇就是狂 也有人覺得編劇也太忙了吧 看韓劇之餘還得follow電影 讓劇情超廢又超好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